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4月11日 星期日 今天星期日要跟大家說一宗本地新聞 在赤立國機場 出現過一宗火災 這個火 其實 好像香港政府那樣 越燒越旺 香港政府打算燒阿布泰 誰知道 燒到他越來越旺 燒到他越來越旺 現在香港市民每天 都去排長龍去光顧 基本上阿布泰的影響力 或是紅的程度 是一時無兩的 所有的 Facebook 社交媒體 全部都洗版 到處都出現長龍的排隊 這個由香港政府一手點起的火頭 不過 在赤立國機場 又是另一個火頭 清晨時分 一批傳放在赤立國機場 停機坪的手機 以及他的手機配件起火 凌晨5點 08分 三版 即是一卡版一卡版的手機 以及配件 已經為風妥當了 放在停機坪等候上飛機出貨 誰知道裏面突然起火 火勢相當猛烈 受影響面積是12米乘24米 消防員接報就開喉灌狗 用了40分鐘之後才可以把火救息 但是所有貨品就是 嚴重罰位以及濕透 事件說沒有可疑 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一批電話 你不是軍火來的嘛 你是電話來的嘛 這批電話 原來是跟成龍有莫大關係的 我們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聲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還有後備升旗日報 月費贊助 好了 說回網上圖片可見 其實有了一條片 消通頂 起火手機包括了一批vivo Y20智能手機 這批貨準備經香港 運到泰國的曼谷 火警之後 航機取消 vivo 是遺憶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是中國的科技公司 本身 原來是步步高電子 系統 即是裏面的主要成員 即時會想起步步高DVD 這是甚麼來的呢 當然 當年 就是成龍代言這支步步高DVD 沒多久就糟糕了 說起成龍 大家即時會想起 這些手機 本來是一部電話 怎麼會無端端著火呢 你又不是軍火 又不是炸藥 當時有一隻手機 有一隻手機叫做Note7 Note7就是那個Samsung的Note7 電池 會自己起火的 但是通常是用過 電池應該是有問題 用一下會突然起火 所以所有飛機 當時是禁止Samsung的Note7就可以帶上飛機 怕他無端端變成炸彈 現在中國的手機 Vivo 亦不枉多樣 在未用過之下 全部都是新機 無端端會著火 現在 原來解放軍的新武器 不是在 尿寧號或山東號 而是在手機 之前成龍 曾經代言過這個步步高DVD 步步高其實是廣東廠 本身是大陸的一個很有名的企業家 叫段永平 他也算是 最早 一批的科技企業 廣東的東莞長安鎮成立 195年已經成立 現在主要是 生產了一些通訊設備 教育用途的電子產品 例如DVD 或者是小霸王 其實 大家也有聽過大陸的小霸王 他 表面上就好像那些電子學習機 或是電子字典 例如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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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主要是山寨任天堂的紅白機 他 用一個學習機的身份 去騰家長 家長覺得可以學習 騰家長買給小朋友 裡面也可以打機 玩一些小遊戲 令到這間廠本來是虧本的 最後就變成做到很大 他仍然到了幾十億 這個段永平因此也是發大財 之後 搞了一個力高電子 力高電子在1995年成立 1996年改成為步步高電子 他當時就找了成龍 做一個 代言人 其實不止的 小霸王 成龍也做過代言人 代言了之後 後來沒有再代言 之後就代言了步步高 自從這兩單之後 他們也不敢再找成龍代言 怕倒閉 可能生意不好 後來他們轉型 一直做很多電子的東西 現在最終就是搞了這個 Vivo 維族 移動通訊 這家 主要是做一些比較 便宜一點的手機 當然是 類似 LG的市場 類似 Samsung的市場 做很多 便宜一點的手機 主要的市場 其實就是東南亞為主 譬如泰國 緬甸 印尼 印度 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 去到一百年才進入香港市場 很遲 因為他主要是做東南亞 在14年就在泰國曼谷 搞一個大會 然後就大力發展 我們看到 現在他其實也蠻會打市場 他找了很多大陸的明星 台灣的明星 例如彭于眼 張君寧 去代言 大陸的 周冬宇 綠含 還有找宋仲基來做代言人 其實也很有頭腦 之前我們說過 曾經跟大家提及過 有一個泰山會 不是泰山公德會 而是泰山會 類似一班企業家 開的一個會 馬雲 柳傳志 全部都在 段永平是其中一個大佬之一 因為他們是最早發達的 90年代已經發達 還有一個巨人 巨人科技 屎辱署 這批人 其實就是中國第一批 做科技發達的人 90年代開始 聯想扭傳志 當然聯想被人吞吞了 當身家 現在自己被人踢出聯想 就是掛名做那些 榮譽主席那些 我們看到 國產手機 竟然在一個瘋傳之下 無端端著火 這個 會有一個很重大隱憂 不過呢 這件事在海外不知道是否報 可能也未必會報 例如 主要的銷售地方就是東南亞 泰國 緬甸 馬來西亞 這些地方 會不會可能 有機會封鎖這些消息 大家都知道 也很投共的地方 那些壞消息 可以付錢 掩住消息 香港掩不住 香港人 不會買這些手機 香港人 主要是做東南亞市場 但是他算是很成功的 因為我們看到 大陸有一批的人都是真的做神業的 不過是以山寨為主 先偷了人家的東西 然後慢慢改良 慢慢演變 說真的 你大陸的智能手機 全部都是抄的 抄Samsung 抄Apple 或者抄LG LG也玩完了 被大陸的市場打爆了 變成 現在大陸的類似這些東西 抄的能力 真的十分之強 創新 當然是欠奉的 問題就是 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市場 只抄也夠成 這個就是他的優勢 但是這個優勢可不可以持續呢 當然 繼續去那麼厲害的增長 一定是不可能的 現在慢慢慢慢就有機會回落都未停 不過這次這個 這個手機爆炸 其實不知道會不會 去到別人用的時候 再著火再爆炸 因為這批手機肯定是出現一個電池問題的 電池跟上次之前的Samsung Note 7一樣 也是 變成一個手提軍火 或者是一個手提炸彈放在身上 中國的會爆炸 中國的會爆炸 現在 不知道會不會 要用黑手機 聽到這個vivo手機爆炸 大家要密切關注這些新聞 這一節 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